講到這幾年這個台記文出版品是越來越多 銷量也越來越好 中央通信社也出版電主席 也透過訪問台文出版界的專業品書 討論到這個台文出版的起草和發展 但是有出版社就說跟法文出版比起來 這個台文出版的編集技術要求是價值觀 現在台文社等的規模 也有很多的台記文是系統 需要建立標準 這樣是呢這台文出版才會當孤独 這幾年台文出版當典型 不管是四十還是萬家 還有跟世界經典文學作品 翻譯作台記文的小王主 都被淹朗丁丁 各種作品都有 等於主審台記文創作的王朝 發展為 這是台記文過去經過長載 現在回到學前的腳踏 正面台記可以說萬事萬行 用白板電腦在向特中用通信社出版的電主席 多數文化書臺灣的藝文百景 台大有關注這幾年台文的出版業 拜託基盤很貴 等於出版台文書的前衛出版社說 雖然這幾年台文書是超好 但是台記文出版的人材 主管要是有很多挑戰 台文出版對邊接的能力要求實體 的進制 而且目前台記文字 不可以將上映示出來 技術也要不夠成績 添加台文出版的難度 台文出版等級可動用補助也不是辦法 出版聯合政府應該由現在開始 建立國中台文出版的標準流程和系統 這樣台文出版這堂英雄發展 怕會孤單 記者文靈祐開台北報導